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把项目实战嗨购网上商城 上次课呢,我们使用三层结构的方式呢,搭建了一个项目的开发环境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使用三个框架来集成开发 我们看这三个框架该如何在这三层结构里边呢,发挥各自的作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呃,这个项目呢,我们已经呢,将它建起来了 就是一个web项目,嗨购 同时呢,里边呢,会有三层 每一层呢,放在一个单独的包里边 那么接口呢,已经建好了 我们会呢,以一个用户注册作为我们这个案例 来讲解呢,三层结构该如何使用 我们呢,先来看一下 要想把这三个框架集成起来 我们需要做哪些工作 好,我们呢,来看一下 第一步呢,要将相关的加文件拷贝到web info的level下 这是一个web项目的常规做法 我的项目呢,并没有使用marven这种构建工具 所以呢,我们使用一个比较原始的方式 将相关的加文件呢,准备好 然后呢,给它通过手工的拷贝 来使用这些加文件 好,我已经拷贝到了level里边 这个里边的加文件呢 都是来自三个框架的最新版本 不过呢,也加入了log4j 以及呢,ARC的驱动 其他的呢 都是在使用这些 科研框架所必须的一些依赖包 好,我呢,Ctrl-C,给它拷贝过去 放到level下边 好,拷过去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加到我们的web app libraries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需要将相关的加文件引入我们项目的构建路径中 那么,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需要做一些配置文件的编写了 我们呢,将按照下面一些顺序呢 来给大家编写相关的配置文件 第一个文件呢,是mybudysconfig 这个文件呢,我们放在src目录下边 它叫mybudysconfig.xml 大家之前如果学习过mybudys的话呢 应该知道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就把它建在src目录下边 那么它的内容呢 我们只需要拷贝一个声明过来 就可以呢,通过工具自动提示 好,我们来看这个里边应该有哪些内容 之前我们单独学mybudys的时候呢 这个里边应该会有数据库的连接 以及映射文件的相关配置 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的项目呢 会基于上纳框架的集成 所以有一些信息呢 我们会放在src目录下边的配置文件里边 好,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只配置这么几个标签 首先是configuration 接着呢,我们生命一个type analysis 就是一个类型的别名 我们指定一个包 这个作用呢 主要是后边我们使用类型的时候呢 可以比较简单的使用一个类名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使用前面带有包名的权限类名 好,这个具体的效果呢 大家去参考单独讲解mybudys的课程 将我们的包呢 写上去 我们的类型呢 都放在了entity这个包下边 接着呢 我们还要配置mappers 这个mappers里边呢 就需要 我们等会呢 来写这个mapper 我们会使用resource这种方式来进行配置 好,这个呢 我们先保留 等会儿等我们写完了 映射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路径呢 拿到这儿来填上去 这是第一个文件呢 我们先暂时写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文件呢 应该就是mybudys的 映射文件 这个映射文件呢 它是这个映射文件一般的命名呢 会是一个实体内的名称 加一个mapper 而文件类型呢 当然也是x名 所以呢 这个文件 我呢 准备这么来借 我把它建在dao的一个纸包下边 我先建一个文件夹 叫mapper 接着 新建一个文件 用上mapper.x名 有了这么一个跟用户 对应的mapper文件之后呢 我就知道了 在这儿 我就要使用文件夹的方式呢 以斜线隔开往下写 好 到此为止呢 就是除了数据库连接的信息呢 没有提供之外 那我们提供了类型别名的配置 以及呢 映射文件的配置 接着呢 映射文件 我们来看 这个里边又应该怎么写 这个里边呢 我们仍然呢 有一个dcd的声明 这些呢 属于x名的一些知识 不过呢 就算你的x名呢 学的并不够好 我们仍然能够按照 他所要求的写法呢 将映射文件写出来 因为在maclips里边 它可以进行提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又该怎么写 首先是一个mapper namesmice 这些细节呢 我并不会做太多的解释 我们说过呢 这一个视频呢 并不是针对 对于框架零基础的 英雄来讲的 那么需要你有一定的 框架使用经验 只是呢 还缺少一些实战的经验 所以对于这些配置里边的细节呢 我并不会花很多时间 去进行演示和讲解 我们主要是拿来使用 完成我们想实现的功能 好 将limm space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 我们可以配置一个result map 这是我们后边可以使用的 type呢 就可以使用user了 这是一个类型别名的 一个使用 id呢 我们可以叫user result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开始配置id 以及result result呢 就对应着表里边的列 以及实际类里边的属性 密码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几个 copy一下 我们来改一改 放number money vonder 注册时间 ro 角色 好 这是一个result map的配置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配置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开始来写一个in set 因为我的例子呢 会是用户注册 所以增加呢 肯定需要配上去 这个id呢 当然要跟我们这儿接口里边 声明的这个方法呢 对上 adduser 参数的类型呢 我们使用 user 在这个里边 我们就写一句 inset语句 value 这里每一个呢 就是一个 具体的属性值 就得还要 money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并不提供的话 有可能这个就是空的 所以我们可以指定一下 jdbc type等于 而恰 好通过这一段配置 我们将mybuddy的两个配置文件都完成了 一个是总的配置文件 一个就是一个具体的DL所对应的映射文件 这个映射文件我们提供了一个增加的SQL语句 那以后我们还需要其他的SQL语句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配置就可以了 好这是关于mybuddy的相关配置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步 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使用到Spring了 这个Spring呢 它有一个applicationcontext.x名 这个文件呢是一个外博环境下边默认的文件名 我们呢需要将它建在一个特定的目录下边 我们来看 它需要的建在web info下边 这样的话才能够默认找到它 如果你建的路径不在这呢 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去指定 applicationcontext 这个文件名呢 咱们也使用默认的文件名 位置呢 也放在默认的web info目录下边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配置的时候就可以省掉一部分内容 让它自动的去找这个文件 好 这个文件里边我们该写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对于Spring的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需要配置的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省掉的 跟数据户连接的相关信息 我们来看该怎么写 我们呢 来配置一个 DataSource 这是一个数据源 我们使用的类呢 来自于Spring提供的一个 DriverManagerDataSource 为了避免写错呢 我们来copy一下 SpringJDPC里边 好 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类面 把HopperDataClass去掉 好 有了这么一个bin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置它的相关属性了 第一个是DriverClassName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Arc 所以我们的驱动呢 我们也可以呢 拷贝一下 这个主要是为了避免写错 ArcDriver 好 第二个属性呢 当然就是U ORL 它的值呢 JDPC 冒号 Oracle 冒号 圣 冒号 at Localhost 冒号1521 冒号 X1 第三个属性呢 叫UserName 我们使用 海购 第四个属性呢 叫 PASSWORD 海购 好 这是我们准备的第一个bin 交由SPRIN来进行维护 那么第二个bin呢 我们要使用 一个Mibudis和SPRIN集成的 这样一个包里面提供的类 它会提供一个 SYCLE SYCLE FACTORY 这个类呢 来自于这样一个包 叫MyBudis SPRIN 我们使用呢 SYCLE SYCLE FACTORY B 这个B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属性呢 叫DataSource 它应用的肯定 就是刚才我们配置好DataSource 第二个属性呢 叫配置文件的位置 我们刚才是把它放在了 SYC下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值呢 应该使用ClassPass 冒号 MyBudis Config.r xml 这样的话呢 我们刚才配置的MyBudis 的配置文件呢 也被SPRIN来管理了 那与MyBudis相关的第三个bin呢 就是一个Mapper User Mapper 这个类 它来自于插件里边的 叫MapperFactorB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使用这样两个属性 一个叫MapperInFace 那我们应该就使用之前我们设计好的一个接口 另外一个当然就需要使用SyCleCessiveFact 类的一个 IF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将SPRIN和MyBudis呢 进行了一个集成 但是呢 这里还没有完 那么我们本次课呢 我们先集成到这里 下一次课呢 我们还会继续进行呢 这个Stars2 以及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类的编写 好 那本次课呢 我们先将MyBudis的配置文件 以及呢 SPRIN与MyBudis集成的一些配置呢 集成到张 我们下一次课呢 会进行其他的配置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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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